十號內政部在行政院會報告 國家公園永續發展執行成效 這對報告案例 院長毛治國肯認內政部引建署 在國家公園設置過程中 已經逐漸和當地居民發展良好的夥伴關係 但實院花蓮泰魯閣族人才到國家公園抗議 為了要回在國家公園的傳統領域中 狩獵的權利 介於援助民族人權 國家公園修法進度如何 內政部表示已經著手進行 會在下屆立法院提案修法 我想我們國家公園這一邊的話 跟園民會 我們其實也密切在協商 我們可能會產協的步驟 可能我們在下個會期的話 我們會儘快把我們的國家公園法 至少針對這個部分的修正條 會趕快來提出來 因為這個會期 事實上已經沒有什麼時間了 所以我們在下個會期 會儘快來處理這個事情 共管最重要的是決策權 你要有規劃權 你要有決策權 你要有參與權 如果說你這三個東西 我們看不到實質的內容的話 其實它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共管 學者提醒除了開放狩獵 尊重原住民族生活慣習 實質的共管機制 更是政府與族人之間達成的重要共識 是不是開會的頻率不夠 要不要增加它的代表性的部分 我想我們會請營建署這邊 我會請署長在這邊再回去再做進一步的檢討 有一些是管理面的制度面的部分 其實還是不去回到我們管理的制度 回到管理制度面的缺失 原住民族被剝奪在傳統領域的自主權 學者認為如果國家真的要肯認原住民族權利 就可以在定期召開的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中 重新劃定國家公園範圍 把傳統領域還給原住民族 如果不可行 那雙方的對話就難以達成共識 內政部表示國家公園修法 可是你今天還是開了不少的門 給你自己方便 我們今天在談的是原住民族的 基本權利的時候 他又築了這麼高的法律的高牆 在原住民族前面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消極保守 而且是違反了兩公約最基本的 原住民族人權實現的一種一個行為 內政部表示 國家公園修法開放狩獵不適不可行 會在下屆立法院送進修法版本 但開放的範圍程度和程序如何 恐怕還有很多空間進行討論 其實要不然錄錄台北市採訪不到 通常都要錄台北市採訪不到 現在是一個空間進行討論的 可能性討論的 而是要提前往 我相信 所以希望是有一個空間進行討論的 可能性討論的